那又是一位二次元的朋友 想要問什麼 近期的居然在四月交引節最終 我們的愛蓮主席說他是自由的 所以他會持續的前進 不會停止 不論在哪個時代 都會為了追求自由跟向前邁進 他不會把帕拉底島的未來 交給運氣 這個放棄思考的事情 所以愛主席到底想要做什麼 請問愛主席到底看到了 怎麼樣的自由跟未來 我想他是應該就是 看到那個愛族的未來 應該是這樣子吧 然後愛族跟王族的未來 他看到之後 其實就像我很喜歡的一個電影 叫做Arrival 就是異星入侵 中文是這樣子翻的 就是在裡面就是有一群外星人 他是已經看到未來了 可是這樣講也不太對 因為他其實是沒有時間的 這種前後的這種觀念 而是他是透過讓未來 透過他而來臨的這樣子的方式 來做到 那這個就像我們講一句話 他是有可能傳遞訊息的作用 但是有的時候這句話 我要講什麼其實大家都知道了 然後比上說我剛把問題唸出來的時候 我到底要唸什麼其實大家都知道了 但是我還是要唸出來 因為這個是表示尊重這七位朋友 所以如果是大家都隨時是放在這樣子一種感覺上 就是說未來其實他已經來了 就像你現在看這個題詞一樣 就是未來其實就是這樣 但是有時候未來就是需要有一個特定的人 就是讓未來透過他而來臨 當你就是那個人 你現在看到怎麼樣的未來 其他人沒有看到 那未來這一部分的未來 就透過你而來臨 那只要是透過這樣子一種方式 就可以看到就是拜主席看到的那個未來 也可以多多少少也可以練習一下